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杨茜茜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Pony 庄俊瑩 我想呢 在現代的社會當中 每個人都有手機 我這幾年很喜歡手機這個產品 小小的手機其實有很多的智慧 各位朋友一定都有手機 那手機呢可以帶給我們便利性太多了 手機呢可以讓我們現在很流行的FB FB搜尋呢可以找到你的人具網路 剛剛忘了自我介紹 要找我很簡單 FB搜尋打我的名字就可以找到我 那各位朋友也知道 手機呢也可以呢讓你能夠用許多的APP 你可以用Line跟人家在不同的地方呢 跟人家有一些對談 那你甚至呢你可以用這個手機做很多事情 最近呢我也發現現在Online game非常的流行 慢慢的就移轉到這個手機身上了 很多人呢現在吃飯呢不是配報紙 是配什麼 是配手機啊 真的時代不一樣 有人講說我們現在這個世代呢 是一個知識爆炸的世代 有人說呢我們現在這個社會呢充滿了知識 而且小小的手機可以讓我們看見 它帶給我們的便利性 它可以帶給我們許多不一樣的人生 我想呢有一次呢我在吃飯的時候 因為配手機喔 那手機不小心就掉到地上了 哇這個各位知道現在這個手機呢 最近很夯的這個iPhone4s在預購喔 如果掉到地上的感覺是怎麼樣喔 結果呢 碰碰的一聲掉到地上了 哎呀 我就很緊張喔 趕快呢用腳一提 讓它不要睡成 沒有辦法收拾喔 結果呢 掉到地上之後呢 我忽然發現呢 這個果然是掉得滿厲害的 這個 整個手機裡面呢 所有的零件都掉出來了 我才知道小小的手機裡面 看得到單純的力量 為什麼 各位知道嗎 這個面板是誰做的喔 各位想一想 這個手機可以帶給我們便利性的 這個照片 你可以照相 你可以攝影 那照相和攝影呢 又是有不同的公司 那我們也知道這個SIM卡 也有不同的公司 在做這個SIM卡的這個產品 我們也知道呢 整個組裝呢 其實我們都知道 在台灣這個首富呢 他把這個手機組裝在一起 也在世界上賺了很多錢 我發現呢 這些公司 其實他們一開始的時候 都只有一個很簡單的Vision 各位來想想看 前一陣子 不要前一陣子啦 大概十幾年前 我們都聽到 有一個手機的品牌叫Nokia 他講了一句 科技始終來自於冷性 我們都知道喔 可是呢 我去查他的原文之後呢 發現這幾句話呢 就是connecting people 兩個單字 夠單純吧 兩個單字呢 造就了這家公司 他的願景 他的Vision 然後呢 有很多不同 做攝影機的 有不同做面板的 有不同呢 做不同零組件的這些公司呢 他們都有小小 單純的力量 所以從手機裡面 可以看見什麼 好 單純 帶給我們的力量 好 我想 來看看這個照片 這個照片的左上角呢 有一個我們人類追求知識的極致 可以講喔 就是說 到底是誰發明望遠鏡呢 那望遠鏡呢 從以前的潔力略發展的這個 第一個望遠鏡之後呢 現在的望遠鏡呢 已經不一樣了 現在望遠鏡呢 左上角有這台呢 他是在太空裡面 叫做哈伯 哈伯 太空望遠鏡喔 那 他很特別 他造出了全人類 到目前為止 最重要的一張照片 就是這張照片 各位看到這上面一點一點 以為是什麼呢 星星 好像喔 很像星星 各位朋友 我要跟各位講喔 他不是星星 他是一個一個 像銀河系一樣的 星系啊 各位絕對想不到 這張照片代表什麼意義呢 代表了 我們人類最深層 所探視的太空 這個太空呢 有四百七十億光年 人類呢 可能對於一光年 我們都很難想像 銀河系 我們也 其實我們也走不出來喔 那太陽系要走出來 人類是半道的 銀河系要走出來 其實不容易的 各位有沒有想過 在這後面呢 到底是誰創造的 小小的手機 可以讓我們知道 人類的知識 看到我們這個太空的望遠鏡呢 我們人類呢 可以看到這一切的面貌 這一切的面貌 或許我們只看到那四百七十億光年 真的是有限喔 那看到這張照片呢 我就想到了一段故事 因為我的工作呢 跟電影、音樂、藝術都有關係 我很喜歡看電影 為什麼呢 男生都喜歡看什麼 看這個星際大戰 我在我以前讀書的時候呢 ID4剛上演這個星際大戰 我常常在想 這麼大的一個宇宙呢 你可以說 只有我們本類嗎 很難耶 看到這張照片 我們真的是很敬畏 原來呢 有這麼大的宇宙 裡面有這麼多的星系 這個星系裡面 又組成了數億萬顆的這個恆星 那這個恆星 可能有好多好多星星 像我們地球一樣喔 它也有可能有生物 那這個生物有可能是高智慧的生物喔 所以我馬上想到一個情節 如果有一天外星人來攻打我們 我們會怎麼辦 可能無法想像喔 我在幻想一個情景喔 我在想呢 到底外星人長什麼樣子 很多朋友呢 都看到這個影片裡面 描述的外星人喔 不外乎有幾個 我覺得是這樣喔 就是頭大大的喔 那這個 手呢 四肢啊 小小細細長長的喔 這個很多觸角 很多手 那 呃 我覺得外星人應該屁股滿大的 為什麼呢 其實你聽我講一下喔 為什麼呢 因為外星人因為頭太大了 手細細的 他們可以控制的東西 可能就是按鈕 那這個按鈕呢 在它前面可能有 一千個 一萬個喔 很多不同的按鈕 那這些按鈕呢 代表什麼意義呢 如果它要攻打地球 它要毀滅人類 太簡單了 因為按一個鈕 這個鈕代表核子彈兩顆 右手呢 按了一下代表氫彈一顆喔 那中間可能有 你更想不到的這個 這個武器啊 可能按下去之後呢 這個 全部的 呃 天空就頓時變黑暗了喔 那可能按一個鈕呢 這個 大自然反布 那這個 洪水就氾濫了 很多很多 其實那個時候 為什麼說外星人屁股很大 因為他做著完成這個事情 就想想看 我們上班族 做久了以後 是不是 屁股都會變大了 其實 呃 想到這個畫面呢 我就想到 如果外星人他要攻打地球 太容易了 他可能現在在幹嘛 他在 聽貓王的搖滾樂 很開心的 很輕鬆的 按一下了一個鈕 然後呢 什麼事情發生呢 核子彈出動了喔 那人類也知道要防禦他呢 所以呢 人類就趕快 組成很多的軍隊 一直想辦法把全世界最精銳的戰艦 還有宇宙最厲害的 地球最厲害的特戰部隊 全部集合在一起 可是呢 這個時候外星人看到人類在動 按著另外一個鈕 這個鈕 可能是 雷射光 雷射光束 那他在幹嘛 他左手拿一個披薩 在吃東西啊 很開心的 其實我就在想啊 這個簡單呢 帶給我們便利 其實呢 我們發現這個知識啊 還有呢 這個智慧呢 這個高科技呢 也帶給我們 可以處理很多複雜的事情 因為這些事情呢 這個外星人控制的這個按鈕 其實呢 都跟我們 很多的知識高科技都有關 它都從一些單純的開始 接下來呢 我曾經是一個上班族 也曾經工作了很長的一段時間 我曾經在一家公司待了十幾年的時間 其實我跟各位在座的朋友一樣 明天早上 在當時的時候 每天早上呢 就出門第一件事情要幹嘛 要上班 上班這個事情我覺得太棒了 那上班呢 上班這個 這個事情呢 可以讓我們知道呢 我們每天 一出門呢 就是想到 第一件事就是 要打卡吧 如果沒有打卡 就遲到了 可能呢 現在的這個 三十歲到四十歲的朋友 或者甚至你剛出社會 二十幾歲到四十歲 都還是上班族 我們每天呢 都會 早上起來呢 就趕著要搭這個捷運 趕著要搭這個大眾傳播的 這個汽車呢 要趕快到上班的地方 各位有沒有想過 我曾經呢 在趕這個公車的時候呢 就經過了我家附近 有一塊 一個公園 這公園不是很大 但是樹很多 樹很多之外呢 我常常記憶最深刻就是 這個樹上呢 有很多 麻雀 那每次過去的時候 麻雀在地上呢 就雞雞渣渣的在那邊吃東西 我超愛小東西 為什麼啊 我很喜歡手機 我當然也很喜歡小麻雀 所以我常常跑去呢 這個跟麻雀呢 打個招呼 其實是想要 看看他摸摸他這樣子 把他抓起來 像小孩子一樣 後來呢 我發現呢 這個 這個麻雀呢 很快的速度呢 就 噼啪啪的就 飛到樹上 樹上去 就飛到樹上去 其實我們 呃 在這個情況當中呢 我就 呃 想到呢 其實我們都市人呢 也有一個狀況 就麻雀很像 為什麼呢 一到這個公司的前面的時候呢 可能有一條馬路 那這條馬路呢 斑馬線 那如果我們在仁愛路上 看到很多辦公大樓 我們一定看到呢 一群人在等什麼 在等紅綠燈 當這個綠燈呢 一閃的時候 所有的人呢 就很急忙的 然後過馬路 就像 其實跟 其實很像喔 跟這個麻雀其實蠻像的 那 呃 我甚至呢 也想到就是 各位朋友有沒有講過 你第一次 你第一個禮拜 第一天 或者每一天呢 你到這個公司裡面 你會做的事情是什麼 你可能呢 想一想說 昨天的工作 有什麼沒做完的 那 準備要做工作計畫 那甚至呢 你有時候也會想一想 就是說 這個 是不是有什麼事情 沒有看好的 甚至有一些人際關係 沒有處理好的 這讓你傷腦筋 我曾經呢 在上班的時候呢 有一個Live現場 那 一上班呢 昨天呢 這個開會的 這個 同事 一個主管 氣沖沖的 臉色非常不好呢 走到了這個 總經理的辦公室裡面 總經理呢 就很急忙的走出來說 各位朋友 各位同事們 我們現在呢 把手上的工作放下來 我們來開會吧 好 那 很快的時間 十分鐘之後呢 我們就在會議室裡面開會 那在開會的時候呢 當然呢 就是有很多的安排 很多的 告訴我們要做的事情 各位想一想 可能在這個會議當中呢 我們 在開完會之後 要不出這個會議室的時候 時間可能是中午了 那中午的時候呢 隨便吃個飯 隨便要上班 這個時候呢 有一通電話打來 可能呢 是你 因為我當時的工作呢 跟倉庫有關係 跟物流有關係 物流打個電話告訴我說 誒 這個客戶呢 的事情呢 你必須要去處理 可能因為缺產品 你要跟他溝通 是是是 趕快跟這個 物流的主管講說 馬上來處理 那過了一會兒呢 這個訂單呢 又有一些朋友呢 有一些客戶呢 打電話來 complain 說誒 那個是不是你們公司啊 這個訂單的部分呢 來處理一下 那最厲害的就是 講完這些話之後 旁邊有一個同事 過來很神情凝重的告訴我說 Tony你知道嗎 我覺得我們公司 很沒有制度 我覺得我們公司啊 在很多的事情上呢 沒有為我們員工著想 所以呢 我最近啊 就一直在想這個事情 很多的抱怨 很多的compring 很多的東西在跟你說 那 我曾經呢 也因為這樣子呢 的情況呢 我其實也跟他們一樣 對於這個人的關係的當中呢 也會很緊張 很擔心 很怕什麼 主管怎麼想 老闆怎麼想 甚至呢 這個 到底這個公司的董事會怎麼想 那 各位朋友一定也會想到 我這個朋友呢 又告訴我說 我告訴你我發生的 我在公司裡面 發現了一個驚人的秘密 這個驚人的秘密呢 是 A和B不合 B和C呢 有一點關係 C和D呢 又怎麼樣 其實這些事情呢 都是我們每天都會發生的事情 可能你明天上班就會遇到 那這些事情 都是你要去面對的 要去處理的 我曾經呢 在四年前呢 因為生命發生的一些事情 所以呢 我後來呢 選擇 重新選擇了一些新的價值 我發現 知識 帶來我們 給我們人類很多的便利 很多的幫助 很多的方便 但是呢 有另外的事情 是值得追尋的 所以呢 我有一個很好的 一個 值得分享的 一個idea 這個idea呢 就是 back to the simple life 回歸單純的5s 這個5s呢 跟手機的5s 是不一樣的 那 這個s呢 第一個是stop 當你呢很多 很煩人的事情 進到你的 生命當中的時候呢 你要去想 你要怎麼去 來讓你自己 先站定 第二個s smile 很簡單 各位看過康斯坦丁 這個電影 看過嗎 最後的時候呢 這個 錦諾里維呢 他對於 撒旦做了一個手勢 這個手勢 可能 各位知道 但是不要做出來 那 這種彗星的影響 那另外呢 三個s呢 就是simplify 就是讓你自己 回歸單純 很像 駭客任務的 女主角呢 他要一個 直升機的程式 讓他很快速的 能夠 回歸單純 那 第四個s呢 就是 我們顯出一個 天使的微笑 再來 第五個s 就是star 接下來呢 我要唱一首歌 那這首歌呢 其實跟我的生命有點關係 我曾經在四年前的時候呢 因為公司的外派呢 到了一個 東部的地方 到一首歌 了 到一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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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weet the sound Let us hear the rage like me I once was lost But now I found Was blind, but now I see I once was lost But now I found Was blind, but now I see 這首歌可能很多朋友都有聽過 這首歌是 這首歌是《奇異恩典》 為什麼會唱這首歌呢 我在四年前 我因為經過醫生的檢查之後 發現我自己身上長了一個腫瘤 很不幸的這個腫瘤是癌症 我是一個癌症病人 在那個時候我發現醫生很棒 他們告訴我們 有癌症的時候都非常的衝籠自落 而且呢 他真的是 可能是見多了 很輕鬆的講出來 可是呢 對我來講 人生起了一個很大的變化 那這張照片呢 是我常常呢 站在這個東部海岸 我曾經 因為工作的關係 被外派到東部去 那在東部的海岸呢 我看著天呢 跟上帝說 為什麼 為什麼呢 我得到了這個病 這麼年輕 三十幾歲的生命呢 就讓我碰到了生死的問題 我發現呢 生命 生命跟知識當中 有一些不一樣的地方 各位看到這個稻田 可能各位看得都很清楚 常常看到稻田 那上面呢 有一個青蛙 其實呢 我在東部的時候呢 我常常也受不了那邊的 那邊的生活 晚上睡覺的時候呢 我們在都市呢 可能就是這個 汽車 可能就是 汽車這些很吵雜的事情 很多聲音 但是呢 到東部的時候呢 晚上睡覺睡不好 因為為什麼 因為有青蛙叫 各位知道嗎 青蛙很厲害 當你呢 聽到一隻小青蛙 不要看他小小的 他叫了一聲之後 旁邊有很多青蛙一起叫 一起叫呢 一群就一起叫了 我剛開始去的時候很不習慣 覺得這個青蛙叫呢 我一定要制止他 跑去樓下呢 就告訴這個田園 這個田講 用力很大聲的跟這個田說 請安靜 不要吵 我要睡覺 結果呢 這個青蛙呢 不叫了 但是呢 這個青蛙呢 慢慢的就 一隻小青蛙在我背後 轉過來的時候 還挖挖挖 一群就開始挖挖挖 一直叫 一直叫 還是睡不好覺 但是呢 這是一種安靜 這是一種生命的歸回 接下來呢 看到這幅畫 我常常在這個公園 看到天空的飛鳥 我發現呢 真的 飛鳥呢 跟馬雀不一樣 為什麼呢 因為飛鳥呢 它常常在這個天空當中 要降落到這個公園 這個公園是羅東御洞公園 到這個地上的時候呢 一直回轉回轉呢 它會慢慢的降落 降落的時候呢 又忽然的把這個腳呢 輕輕踢了一下 又往上天空翻了一下 以後慢慢的 停到了這個地上 我看到這個畫面 我嚇了一跳 原來呢 我喜歡的馬雀 就代表我 真的好像 這個都市人 跟這個生命的飛鳥 不同的地方 最後我要講一句話 這句話呢 是在伊甸園當中 曾經呢 有一個故事 在講到我們創造天地的時候 創造伊甸園的時候呢 上面講 發生的事情 我們人都有罪 我們都知道 德國的猶太人 小說家卡夫卡 講了一句話 我們有罪 不是因為我們吃了知識 樹上的果子 而是我們沒有吃生命 樹上的果子 所以生命和知識之間 我想今天 各位朋友呢 可以來思想一下 或許呢 手機代表了知識 但是生命當中呢 有更特別的意義 可以讓各位去選擇 或許呢 就在今天我所說的 5S當中 幫助各位朋友 能夠找到 你們真正的人生 謝謝